2013年的6月23号 在昨天凌晨在巴基斯坦境内 巴基斯坦大使馆出证实 十名外国游客和一名当地向导 遭到不明身份的枪手杀害 而不幸的当中又有两位我们的同胞 遇难者中包括两名中国公民 来自云南的登山爱好者张经川 是唯一的中方幸存者 当时遇到了什么 2013年 作为我们民间 就自己组织的一个 攀登世界第九高峰 南加巴尔巴特 然后一路很顺利地到达了登山大本营 大概4400米的地方建立了营地 那一天大概是夜里边 就12点半左右 就听见外边很乱地 嘈杂的这个叫声 有人用脚使劲踢我的帐篷 这个时候一支冲锋枪的准心 就把我的内脏和外脏全部刺破了以后 直接就把帐篷多破了以后对着你 当时我非常惊讶 因为看到一个全副武装穿着迷彩服的蒙着脸的男子 就拿冲锋枪对着我 示意我出来 抓着我头发往外脱 当我走了20多米走到一个空旷的地方的时候 看见我们有十多个登山者都在那跪着 那我当时也被他们绑起来 就这样背着 这样绑 绑的时候我就留了个心眼 我就把那个手就尽量地往背上靠 然后呢把手的这个手腕尽量地撇开 留有一定的缝隙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因为以前我是武警部队嘛 然后也知道怎么绑 把它尽量地有一点 往外八字往外分开一点 它有空隙以后 一个反手就出来了 这个时候其实你已经有这种下意识的准备了 对 我一直是有准备的 因为从某种程度的时候 我从来不是个逆来顺受的人 等他们把全部人都抓完的时候 他们拿摄像机 每个人跟我们摄像 让你说出自己的名字国籍 这个时候我脑海里就出现了一些 平时看电影啊 可能会作为人质被绑架 我就坚信我一定要跑 因为我觉得我不能把这个后果留给家人 然后我就一先设定了逃跑的路线 从哪跑 怎么以最快的速度 用一些遮蔽的物体和帐篷挡住自己 包括我当时就做了一些下意识的动作 我就把那个双腿跪着 我就把一只脚收起来 变成单腿跪着 那这个时候三个恐怖分子 就全部就上膛了 两秒钟的时间 三个人就一起扫射 我的一个好同伴 就这样叫了一声 他的脸上那个脑浆了嘛 就全部打到我的脸上 这个时候我在极度的这种 内心的这种恐惧下 我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宁可 跑着被打死也不能被 这样被枪毙掉 所以我站起来做了一个 就是后击的动作 做完后 我就沿着我设定的路线就开始跑 本来我认为可能我跑起来的时候 子弹会贯穿我的前胸啊 或者脑袋 结果那个子弹打在地上 站起来的那个 就是那个土啊 或者那些东西 打在我的屁股上和背上 手上 我感觉中了好几弹 但是当时只是想着一鼓作气的 把这个前面这段路跑完 然后又做了一些规避的动作 但跑完尽头的时候 有一个四十多度的那个雪坡 就是冰雪混淹的 底下是冰河 我就跳下去 我当时体温 就是非常的冷了嘛 这个时候才感觉出 大概有七个多小时 将近八个小时 就在那儿就等 那直到第一架直升飞机 从这个山谷里边驶来 我想救援的来了 然后直升飞机跳下来 六个这个全副武装的这个 拿着长枪的这个 他们迅速地就把我包围起来 确定我的身份 飞机升空的那一刻 看着曾经发生雪岸的这个地方 那时候是什么心情啊 我只有把我那个最好的哥们 把他抱起来 抱到我的怀里边 看着满机舱的尸体 心里边那种痛苦 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就感觉自己的魂魄已经 丢在那里了 其实每一个登山者 在他起步的时候 他就知道前面等着他的 是什么 所以很多登山者呀 都会这样的 他在出发以前呢 留下一些话 你那时候有没有这样做呢 有这样做 因为对于我来说 登了十多年的山 每一年去都会留有一书 我们观众朋友看一下 他当时说了什么 是怎样的表达 如果这段视频公开的话 可能我已经和大家有别了 所以留下这段视频 也是让大家 能够吃到我现在的心理状态 实际上是我自己 自愿的一个行为 和任何人都没有 太多的关系 就如果真的发生这些意外 大家不要难过 我呢 很幸福 43岁 过得很有质量 很充实 还是那句歌词写的 如果有一天 我悄然离去 请把我留在 你记忆里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